15岁小姑娘竟以11比0给日拼一姐伊藤美成剔了光头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来和大家聊聊这件事 11比0给伊藤美成剔光头 这个15岁的小女孩不是国拼选手 这些年来伊藤美成和国拼队对阵 她有输也有赢 但是因为国拼的规矩在那里摆着 即使有机会也不会把她剔光头 这正是我们国拼的传统美德 但她遇到其他国家的球员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这个长相甜美的小女孩出生于2004年 而今年的她正值花季 与伊藤美成相比 她足足小了伊藤美成4岁 她是谁呢 她就是身育兵韩国乒乓球界的天才少女 在2019年保加利亚的公开赛上 当时她只有15岁 在比赛中她遇到了成名已久的伊藤美成 在前两局比赛中 伊藤美成都是以11比9获胜的 在比赛中 他们两个都比较稳定 各有输赢 可能伊藤美成感觉把申育兵不用费吹灰之力 轻松取胜两局的伊藤美成开始飘了 第三局就开始上演好戏了 在这局申育兵把伊藤美成剔了光头 因为在这个小姑娘的队里 可没有不能把对手剔光头的规定 伊藤美成在第四局就清醒了 她可能也想给小女孩剔光头 但是小女孩并不想给她这个机会 开局伊藤美成先得两分 一路领先 以11比4轻松获胜 第五局以11比8取胜 最后伊藤美成以4比1的大比分获胜 但伊藤美成被小姑娘剔光头 成了球迷乐此不疲谈论的话题 可就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 在杰克公开赛上 小女孩和她的队友赵大成在混双比赛中 再次遇到了伊藤美成 在这场比赛中 小姑娘和她的队友击败了伊藤美成和水谷笋 获得了最后的冠军 从伊藤美成和水谷笋的表情来看 这次他们两个都很痛苦 在今年的WTT挑战赛上 申育斌还在女单比赛中 以4比1淘汰了日平天才平野美宇 更是在女双决赛中 和她的队友以3比0将平野美宇和石川家传暴冷出局 从而吸引了众多球迷的关注 由此可见 这位小姑娘的实力真的很强 喜欢这个小姑娘的就多多支持和关注她吧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次见